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新聞議題也受到了各界的關注 就是桃園縣政府現在計畫 要針對把救護車當作計程車使用的民眾進行收費 因為桃園縣消防局發現 包括了喝醉酒不舒服、精神異常 或者是慢性病患回診等等的情況 都有民眾打電話叫救護車 不過這麼一來可能會排擠到了真正需要用的人 不過這個計畫目前還在演你當中 目的就是希望民眾要能夠珍惜急救資源 救護車要救人分分秒秒的時間都很珍貴 但有民眾以為消防隊救人就是免費服務 甚至把救護車當計程車使用 讓各地消防單位都很頭痛 為了讓民眾珍惜救護的資源 未來如果濫用救護車恐怕要開始收費 其實我覺得合理 因為你要預防就是說 如果說有人不是在緊急的情況下 然後叫救護車那其實是浪費資源 不合理 因為社會資源啊 為什麼我們有繳稅啊 為什麼還要再額外付費 究竟救護車使用的情況為何 以桃園縣消防局統計為例 全縣一年六萬八千件的救護案 光是桃園分隊 今年一二月就超過一千件 全國排名第一 而且每年增加百分之十 消防局表示 像是喝酒鬧事說不舒服 精神異常 慢性病回診等最可能濫用救護車 那確實在我們在執行過程中 也是有發現一些行眾 非緊急傷病患 或是說他有把救救護車 把當時基本車使用 次數異常這種情形 他明明是要被救進 送到鄰近的急救醫院 但是他卻像我們指定 送到更遠的地方去這樣子 為了導正亂叫救護車的錯誤觀念 桃園縣消防局表示 未來一旦非緊急傷病患 或是跨區指定送醫者都要收費 而收費的認定則是由現場救護人員 及到院後的醫護人員來判斷 而費用的計算可能是單一架 或是里程數來計算 不過一切都還在研議的階段 並請專家研議中 最快明年初才會上路 記者有林郭皇特報道